接下來如果希望把Wi-Fi熱點前五名縣市的統計圖表 把它自動化那該怎麼做 像剛剛我們是分別先產生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產生樞紐分析圖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希望把這個程式寫出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因為這個程式一次把它做完 會相對的太延長而且容易做錯 我是建議你就分兩次 一個是什麼這個叫樞紐表這個叫樞紐圖 你就把樞紐表先做出來之後 再做樞紐圖兩個再把它結合在一起 用扣的方式扣這個再扣這個兩個把它串在一起 那名稱也許叫做Wi-Fi熱點前五名縣市的按鈕 按下去它就跳出來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希望這個樞紐分析的動作 我希望把它變自動化那應該如何做 第一個先把這個樞紐刪掉 記得一定要先刪掉 變成你要重來 那重來的話呢 當然你假設你不會寫這個程式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用錄製的 錄製還記得吧在這邊有一個其他命令 前面都講過了我們有點像複習 第一個先把開發人員打開 開發人員打開 然後錄製之前請你彩排 所以剛好的動作你要很熟練 然後錄的話變成要錄兩個層 兩段一段是左邊這個 這個是第一段 第二段是右邊這個 所以這個做完跟這個 然後把兩個全部加在一起 1加2就是我們要的Wi-Fi熱點的一個結果 大概原理原因應該是 前面也做過啦 所以細節如果假設你不太清楚的話 可以再把前面的影片上面調出來看一下 那我做位置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要怎麼樣把它做出按鈕 這個把它先刪掉 OK 記得喔 第一個先刪除 好 那重來的啦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開始錄製了 假設我已經彩排了 因為彩排完之後呢 那接下來是錄製 所以哇 剛剛的動作呢在做熟了 那可能要分兩段 一段是樞紐錶 一段是樞紐圖 先把它錄製聚齊 那第一段的話就樞紐錶 所以這邊的話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樞紐錶 我簡稱一下 你應該是樞紐分析錶 那我就簡稱樞紐錶 按確定之後的話就開始了 接下來的話插入樞紐分析錶 OK 其實就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然後記得把地區 拖拉的時候記得喔 把它顛倒一下 如果你錄製聚齊的話 我們先列再遲嘛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顛倒 先遲 再列 OK 如果你假設沒有照這樣的順序做的話 你錄下來的聚齊會出問題 OK 至於什麼問題啦 你們可以試試看 因為之前的同學有試 剛剛奇怪怎麼跑出來表格 明明動作一樣 為什麼結果不對 主要是因為你這個順序可能要顛倒一下 再來一樣把游標放B4 然後資料裡面列到A 再來把這個列標籤的地方呢 把它前10項並前5項 OK 完成了 這樣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 最後的話 切換到開發人員裡面呢 把它停止錄製 OK 停止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OK 當然啦 這個名稱可能要改一下 這個名稱可能我們要用 自己用手動的方式改 Wi-Fi的前...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先刪除看看 刪除 確定 那一樣啦 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那這邊有個樞紐表 當然你一執行 理論上應該要正確 可是它一定會出錯 錯在哪裡呢 執行看一下 你一執行呢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這個就是錯誤啦 就是 程式裡面呢 就是所謂的有BUG啦 OK 那我們有 這個有BUG怎麼辦呢 增錯一下 記得喔 你不要按結束 你就按增錯 它會告訴你說呢 你的程式哪邊出錯 那一般習慣 我會先把這邊先放大一下 字好像太小 所以我會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至少12號字吧 那首先的話 錯會錯在哪裡 還記得吧 這個規則都跟前面一樣 也就是你錄製樞紐分析表的聚集 它一定會錯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叫做table destination 就是你要把表格放哪裡啦 其實我前面講過啦 目前是工作表4對不對 但是這邊永遠會出現什麼 工作表3驚嘆 那怎麼辦呢 把它delete掉 留下R3C1就可以了 R3指的是第三列 C1指的是第一欄 其實就是A3啦 意思就是把那個 樞紐分析表放在A3開始的意思 OK 那其他部分要不要動 其他不用動 還要底下這兩行把它刪掉 其實我前面都有講過 這兩行把它刪掉 然後再來的話 底下這個Vis 到Endvis 這邊有一串有沒有 從這裡 到它底下有個Endvis這一段 其實是可以刪掉 當然你不刪也不影響 只是說我試過 這一段呢 其實是預設值 是可以把它直接砍掉 那砍掉的好處就是說 它其實可以讓你的程式變得相對的精簡 OK 那底其實應該差不多了 其他應該就不用再做其他的刪除 所以記得喔 把table destination後面的那個工作表名稱拿掉 底下這兩行拿掉 然後Vis到Endvis拿掉 這樣子的話應該跑應該就OK 試試看好不好 所以我再把這個工作表刪掉一下 然後再到 聚期裡面的樞紐表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會工作表5出現了 這樣就會跑出我們要的一個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一模一樣 就剛剛的動作啦 這個可以吧 不過呢 它有個缺點 就是這個名稱 好像 最好是可以直接幫我改成那個什麼 比如Wi-Fi熱點的前五名的那個 統計好了 也許這個名稱我如果要把它修改的話 那一樣啦 你可以把它 在剛剛的這個錄製的劇集裡面按編輯 不是執行 編輯的地方 然後呢 找到 它的第一行的程式 上面其實這個註解可以拿掉 叫做 sheet.add的這一行 下面的話 還記得吧 我在這邊加了一個一行敘述 就是呢 把我新增的那個工作表 因為add的話是新增工作表 它會在 這個原來的工作表的前面 指的是左邊的地方 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加一個敘述叫active 這個你們可以看一下前面的程式 叫active sheet 指的就是那一個工作表 我新增完的那個工作表的名稱.name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啦 剛剛那個名稱 Wi-Fi 熱點 前五名縣市好了 前五名縣市 OK 好 這樣子 就這個名稱好了 就是再加這一行 有沒有 以這個理由我想應該 上一次的範例裡面有啦 就是在add的下面增加這一行 OK 然後呢 記得喔 這個程式不要打錯字啦 我打字的時候 一律打小寫 可是離開的時候 如果 首次有沒有發現它會變大型 那表示你沒拚錯字 好 那最後我們來試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這個 加了這一行之後 最後得到的結果再看一下 這個聚齊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Wi-Fi熱點前五名縣市就出來了 那就完成 樞紐表的第一個動作 OK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是錄製 錄製完之後 其實主要就改動的不多 就是 記得是Table Designation 後面這個地方 只留下R3 C1就可以了 然後底下的兩行 跟Wiz到EndWiz把它刪除 OK 試試看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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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